台湾大大事 大家好 在湘化有一座清朝道光的古墓 叫做七旺古墓 相传里头埋葬的是 七名陆港的戏班人员 但是怪了 怎么戏班的人会一起被埋葬在这里呢 原来据说清朝早期 这边有个地方常常有盗贼出没 在这边湿海遍野 而在道光三年的时候 有人出钱找着一些戏班 到这边来演戏压煞 但怪了 怎么戏都演不完 这个时候刚好有一名演和尚的人 随口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这话才一说完 这七名戏班人员就拔腿狂奔 气绝身亡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位于彰化南投交界处附近的这片竹林 看似平淡无奇 怎么跟阿弥陀佛有关 又被视为陷恶之地 很多土匪都在八卦山台地的坑门里面 在潜伏在这个地方要打架结社 当时很多很多的商团 经过那条路的时候 只要经过那条路 没有被打架结社的时候 他们心里就很坦然的说 阿弥陀佛 早期的阿弥陀佛坎 遍布的不是强盗土匪 就是被杀害的肉票冤魂 也难怪这里被贴上禁地的标签 但是某一天 路港某一个布袋系班 却受到来自自称禁地居民的邀约 当然有生意可以做 路港的这些布袋系团就很高兴 当时没有车子 当然没有什么汽车 没有交通工具 他们就用徒步的挑着什么 挑着那个布袋系的所有的用具 它的工具 然后就从路港千里迢迢 到阿弥陀佛坎来 布袋系班一共七名团员 就这样子在阿弥陀佛坎 曼莉演出拿手的布袋系 顿时获得满汤彩 当然是来演戏的时候 连演了好几天的戏 观众越来越多 满坑满谷的人 大家都安活叫好 那想不到每一齣戏 演完想要休息的时候 那那些观众 都不让一些演戏的人休息 我怎么演了三天三夜 那从来没有日夜的变换呢 好几天也到三天半夜的时候 刚好那一齣戏的内容 有出来的一个和尚 出来一个和尚之后 他出来的时候 演一个阿弥陀佛的时候 想不到天亮了 听到阿弥陀佛的华号的时候 天都亮了 怎么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太阳立刻东升 更奇怪的还在后头 满坑满谷的观众都不见得 他那七个演戏的人 一看的时候哇塞 吓得一塌糊涂啊 为什么 他们的戏台竟然搭在什么 搭在那个森烟底上 那个空谷的上面 假使一不小心就掉到万丈森烟 里面去了 简直快被吓死 怎么取忠人散之际 本来脚踏平地的自己 会突然站在山谷深渊之上 醒过来嘛 他警察到说 这个不是一般人去请他来演戏的 一定是有那些民界的朋友 去请他们来 原来是好兄弟 请他们来表演的 当然他自己也下得魂魏魄散 所以那个戏软甚至 赶快随便来一拿 就赶快逃离现场了 台语形容的灶纳波威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吧 被吓到崩溃的演员们 不停在山路上狂奔 不过出门演个布袋戏 七名鹿港人却意外客死一伤 成了彰化山区的一缕冤魂 据说是当地损农工作时 才发现这七具五名尸 鹿港的这批布袋戏的 他们的家人处处去寻找 说怎么回事啊 这演的一场布袋戏 怎么演了那么久都没有回来 所以说后来沿路来找的时候 才知道说 他们的家人已经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当地人 把他埋葬在这个地方 而且就称他为了漆矿 位于彰化市虎岗路 跟宝山路交汇处的漆矿古墓 有人把这一段 选之又选的商业奇坛 刻在一旁的碑纹上 但没写到的是 三十年前的风光史 那这里刚好有三道水交界 在那个地方 所以聚财嘛 所以旺财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地理风水 刚好他们被埋葬的地方 又刚好这个占到所谓的血点 所以在民国其实几年那时候 这个地方就有人来问名牌 就真的还得到了 这个所谓的中奖的 那时候一船十十船牌 所以这个那时候人 每天就聚集了上万人 来这个地方那边 要得到那个名牌 漆矿古墓曾经是 文明全台的求名牌地点 但随着迁堵式围极度沉寂 或许就像本头上的题词 继梦人生 曲终目络 但这段属于彰化人的共同记忆 还会世代流传下去